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N与阿La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非凡的首本名剧和演出列表 但在他们演出之前,我们简单讲一讲何非凡的婚姻和厌史 何非凡早年曾经与周坤宁和黄昭武搞出三国恋爱的糾纷 这件事在当时来说是轰动一时的 周坤宁和黄昭武结婚 结婚后,何非凡曾去到美国旧金山演出 当他演出的时候,曾经记住在周坤宁和黄昭武家 在那时,两人不知怎样 结果被人指,他说是欧二嫂 欧引二嫂即周坤宁 于是被当时美洲的华侨觉得这样不对,看不顺眼 于是便齐起杯葛他 在杯葛他之后,何非凡便没办法被人杯葛 于是便只好回香港 这件事已过了一段时间 又到了1964年 何非凡在1964年又去到美国旧金山演出 并且,今次又是住在黄昭武和周坤宁家 再次又传出匪文 今次传出匪文之后 今次周坤宁事后 向黄昭武提出离婚的要求 后来周坤宁还飞来香港 找何非凡逐言 这件事当时也在新闻罵得沸沸扬扬 相信喜欢粤剧的朋友 应该都听闻过这件事 好,讲完何非凡的匪文之后 我们就继续介绍何非凡的首本名剧 首先就是《非凡响剧团》第二届 那么剧目就是《情真偷渡萧商馆》 他和他拍档的就是《楚奏云》 跟着也是《非凡响剧团》 《一曲凤求往》 拍档也是《楚奏云》 跟着是《大欢喜剧团》 剧目是《逼海狂争》 拍档是《邓碧云》 《大四喜剧团》 剧目就是《艳曲繁经》 拍档就是《方艳芬》 《新艳阳》剧团 《一入侯门深似海》 拍档是《方艳芬》 跟着是《大中华剧团》 剧目是《玉女凡心》 拍档是《红线女》 跟着是《普长春》剧团 剧目是《遥红花竹》 《遥红竹花佛前灯》 拍档是《红线女》 跟着是《利荣华剧团》 剧目是《西商记》 拍档是《白雪仙》 《白龙珠》 《半日安》 《谭善红》 《苏绍堂》 跟着是《利荣华剧团》 剧目是《珍珠塔》 拍档是《白雪仙》 《白龙珠》 《半日安》 《谭善红》 《苏绍堂》 跟着是《励声剧团》 剧目是《白花亭郑劍》 拍档是《吴君丽》 《梁省波》 《凌翅伯》 《凤凰女》 《墨炳永》 跟着也是《励声剧团》 《零炳》 《凌翅伯》 《白龙珠》 《梁省波》 《白龙珠》 《凤凰女》 《凤凰女》 《默炳永》 接着是励声剧团《白套会》、吴君丽、梁省波、 靓翅伯、凤黄女、麦炳永。 接着是励声剧团《血罗三》。 拍档是吴君丽、梁省波、胡家、白龙珠、 郑孟霞、苏绍堂。 接着是《卯丹红》剧团。 剧目是《花月东长记》。 拍档是《罗丽娟》。 接着是《非凡响》剧团。 剧目是《红楼金井梦》。 拍档是吴君丽。 接着是《非凡响》剧团。 剧目是《郑成功》。 拍档是李宝颖。 接着就和大家分享下 何非凡灌录过的一些长篇粤曲的唱片。 他灌录过什么唱片呢? 首先是1959年娱乐唱片公司。 剧目是《双仙拜月亭》。 一起演唱的有陈奉仙、陈好球、梅欣、白龙珠、 《简耀佑》。 《简耀佳》。 接着是1960年的《幸运唱片公司》。 唱片的剧目是《红楼金井梦》。 合唱的有《吴君丽》。 《小千岁》。《麦秋龙》。《曾云飞》。 接着是娱乐唱片公司。 1961年。《白兔会》。 一起演出的有《崔妙之》。《陈好球》。 《梅欣》。《白龙珠》。《简耀佳》。《朱绍波》。《陈宝珠》。 接着是《美声唱片公司》。 1961年。 劇目是《唐公艳史》。《一齐演出的有》。《闪剑丽》。《宗志雄》。《欧伟泉》。《小金螺》。《白龙珠》。《梅欣》。《任兵耳》。 接着是《幸运唱片公司》。1961年。 曲目是《一入侯门深似海》。《一入侯门深似海》。 合唱的有《崔妙之》。《陈锦棠》。《陈锦棠》。《芙蓉莉》。《白燕雄》。《曾云飞》。 接着是《美声唱片公司》。1962年。《晴曾偷道销商馆》。 合唱的有《崔妙之》。《五穆兰》。《半日安》。《默秋龙》。《白龙珠》。《袁立祥》。《李超红》。《邓玉霞》。《幸运唱片公司》。 1963年,曲目是《艷曲繁经》,合唱的有《崔妙之》、《墨秋龙》、《小金螺》、《曾云飞》。 接着是娱乐唱片公司1966年,曲名是《血罗三》。 合唱的有《陈奉仙》、《梁省波》、《薛剑星》、《白龙于》、《苏绍堂》、《李芬芳》。 接着是1972年,《天声唱片公司》。曲目是《花月东墙》。 合唱的有吴君丽、《文千岁》、《郑国宝》、《梅恩》。 接着是1973年,《港运唱片公司》。曲目是《玉蕭恩怨》。 合唱的有《崔妙之》、《墨秋龙》、《邓偉凡》。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好,拜拜。